童馨出道,15岁成为全日本炙手可热的少女偶像, 未成年却被亲生母亲胁迫拍摄《全裸血针》。 公子李慧跌宕起伏的前半生究竟有多黑暗? 公子李慧出生在日本东京,是日和混血, 父母在生下公子李慧后就离婚了, 父亲从此杳无音信,母亲则把他扔在姨妈家寄养, 自己在银座陪酒打工。 10岁那年,母亲将公子李慧接到自己身边, 公子李慧原以为从此以后自己会过上幸福生活, 没想到这成了噩梦的开始。 儿童时期的公子李慧就拥有绝世省言, 母亲在女儿身上看到了价值, 于是用尽自己所有资源给女儿搭上了演绎之路, 以完成她自己年轻时的梦想。 11岁的公子李慧以模特身份正式出道, 她拍摄了不少广告以及封面杂志。 14岁拍摄了三井不动产广告, 清纯的形象深入人心, 她被评为亚洲最美少女。 15岁拍摄了银木处女作, 《笑颜喜剧疯狂翘鸟鸟之七日大作战》, 凭借该片获得了第12节日本电影学院奖, 最佳新人奖。 然而这份成绩单却没有得到母亲的认可, 她觉得赚钱太慢了, 为了获得更多资源, 母亲领着公责礼会, 敲开了当时日本演艺圈大佬北野舞的房门。 她表示, 自己女儿非常仰慕导演的才华, 希望能彻夜相处。 北野舞看着这位十几岁的小姑娘, 言辞拒绝了。 被拒绝后, 母亲并没有灰心, 她把公责礼会带到美国, 找来著名的摄影大师小山寄信, 为其拍摄一组全罗写真《圣塔飞》。 公责礼会一开始很抗拒, 但在母亲强力斥责下, 无力反抗的公责礼会, 还是乖乖脱下衣服。 这套写真出版后, 创下日本写真销售记录, 母亲因此大赚一笔。 但公责礼会的形象却一落千丈, 富士电视台下架了所有她的影视剧, 人们都在议论, 为何一个前途无限光明的娱乐界新星 会用这种方式博取人气呢? 事业陷入低谷, 在巨大的压力下, 她与桂花田的猎琴曝光。 桂花田是日本著名的相扑选手, 两人青梅竹马。 桂花田性格细腻温柔, 总是能感受到公责礼会的情绪变化, 并及时给予支持与安慰。 订婚后获得了所有人的支持, 这时母亲又打起了小算盘, 桂花田出生于香浦世家, 香浦运动在日本享有极高的荣誉。 公责礼会嫁过去, 必定回归家庭, 她将失去这棵摇权树, 于是母亲用尽手段阻止了两人结婚。 事业与爱情禁毁, 对公责礼会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 公责礼会陷入抑郁, 便患上厌食症, 企图自杀。 1996年, 公责礼会暂退娱乐圈, 赴美国治病。 在美国治病期间, 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并与自己和解。 四年后, 她带着与王祖贤合作的 《游园经梦》经验大众, 凭借此句, 她获得国际影后, 用实力证明自己。 再次归来, 她已经不是那个被操控的少女。 公责礼会出生在一个问题颇多的家庭。 母亲光子年轻时, 是六本木的陪酒女。 年轻貌美, 资质颇佳的光子, 在夜总会混得很开。 父亲则是母亲在陪酒的时候认识的河南人。 有了公责礼会后, 光子把礼会托给父亲抚养, 自己和丈夫前往荷兰生活。 但是好景不长, 光子并不能与丈夫相守一生。 不久, 光子回到日本, 资质不差却沦为陪酒女, 再加上情场受挫, 见多了各种浮华场面的光子, 看到了李慧身上的特长, 决心把李慧推为明星。 公责礼会是跟着祖父长大的, 所以光子身上的世俗、 即性子和狠镜是李慧身上没有的。 从小缺少母亲的爱, 让公责礼会只想跟着母亲光子, 这也是为什么公子李慧对光子言听计从的原因之一。 但是, 光子辛辛苦苦培养的摇钱树, 怎么会让他说倒就倒呢? 在光子的干预下, 公子李慧没能和这个七枚竹马, 年轻时候的爱人一起走下去, 公子李慧顺了母亲的意思, 进行了单方面的悔婚。 公子李慧的人生比他演过的任何电影都要起起伏伏。 和桂花田的婚约取消后, 公子李慧身边有过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男子, 有歌舞技男明星, 有足球明星, 珠宝设计师等, 但都在光子的干预下无疾而终。 相反的, 光子还会干预公子李慧接触的男性对象, 光子一心只想把公子李慧往上推, 甚至不惜任何手段。 光子一边把喜欢公子李慧的男性强推给女儿, 一边命令公子李慧去亲近大导演。 光子曾在知名杂志发言, 表示女儿和北野武正在交往中, 这让北野武和公子李慧都十分不满。 而为了让女儿有更好的机会, 光子甚至趁着海外工作的机会, 让女儿去亲近北野武, 不过被北野武断然拒绝了。 公子李慧还曾传出与中春看三郎的猎情。 中春看三郎是歌舞伎演员, 当时已经结婚有自己的老婆, 并且在年龄上, 中春看三郎也已经可以当公子李慧的父亲。 对外, 中春看三郎没有承认过和公子李慧的感情, 只称对方是可爱的妹妹。 1994年, 公子李慧被发现割腕进了医院, 不过公子李慧的工作人员坚持是不小心滑到玻璃杯, 才让左手腕割破去医院治疗的。 另外,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这也是光子牵线介绍的。 婚事上的失忆和情场的不如意, 再加上精神上的压力和伤害, 让公子李慧有了厌食症, 一度暴数如柴, 前往美国治疗。 90年代后期, 公子李慧的形象和人气一落千丈, 昔日的少女偶像早已坠落神台, 事物都有两面性, 人生所有的经历最后都会成为脚下的垫脚石, 丰富你的人生经验, 而是对于演员更是一笔财富。 这部电影确实给她带来了不小的回报, 良成美景奈何天, 还没嫁入容府时, 公子李慧扮演的翠花眼中的波澜是流动的、明亮的。 嫁入容府后, 翠花骨子里的忧郁和脆弱被激发, 到后期朦胧的暧昧、 复杂的情愫, 作为一个日本人, 公子李慧演出了离人女子的姿态、 韵味和声色。 这部电影后来让公子李慧拿下了莫斯科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 也是日本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演员。 2002年, 29岁的公子李慧凭借黄昏清兵卫横扫了日本的各大奖项, 并且这部电影也被票选为当年十大电影的第一位。 仆仆归来的公子李慧已经不是往日清纯可爱的小女生、少女偶像, 而是成长为实力派演员, 并且越来越有欲解气质。 公子李慧很好地印证了张爱玲那句成名要趁早, 这些年的时光早已让她修炼成精。 对爱的渴望和追求, 公子李慧从小到大就没有放弃过。 2009年, 光子在巴黎生活, 35岁的公子李慧公布了奉子成婚的消息, 对方不是明星, 不是运动员, 不是名门之后, 也不是导演, 而是一个素人, 这完全超出了光子的掌控, 但是从巴黎赶回日本的光子已经晚了一步。 这也算是顺从的公子李慧, 对母亲做得难得的反抗。 2012年, 38岁的公子李慧被媒体曝光, 正在离婚中。 这次, 公子李慧也没有否认, 她表示自己并不后悔, 这也是她生命的一部分。 2014年, 光子因为肝癌去世, 这个公子李慧又爱又怕的母亲, 影响她一生走向的母亲, 年仅65岁便去世了。 40岁的公子李慧没有了经纪人, 没有了母亲,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 2015年, 公子李慧参加蓝的节目, 在节目中, 蓝的成员松本润, 为公子李慧熄灭了东京塔的灯, 随后, 公子李慧说, 我以前一直想, 如果谁为我熄灭了东京塔的灯, 我一定会喜欢上她的。 这就是公子李慧, 在爱情面前, 一如既往的纯粹和执着。 2018年, 公子李慧和日本男子团体V6的团员, 森田刚结婚, 结婚后, 公子李慧明显地放缓了自己的工作, 两人都想再添一个共同的孩子, 但是公子李慧已经45岁了, 这个年龄对产妇并不友好。 在采访中, 森田刚表示, 不会勉强也不强求, 我最喜欢的是他认真工作的样子。 总的来说, 没有光子就没有公子李慧的今天, 但也是因为光子公子李慧, 没能成为第二个山口百会。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